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过得怎么样 好像是说我们年年难过 年年还是难过 我们人生当中好像充满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好像过了一个新年 好像差不多也是一样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新年好像进入个新的年头 但好像我们很多事情都还是旧的 好像有人结婚了都来新人 其实人还是旧的 还是没有变过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有很多事物是不会改变的 比如说生不会改变 我们男人都是女人所生的 那为什么我们生在不同的地方没办法选择 我们身为什么人没办法选择 就是我们的性也不能改变 我们不能选择 所以这个事情不变的 老也不能变 每一个人都会老 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时间的那个催赶 所谓说岁月无情催人老 我们都免不了 他说逃避不过 老的临到 这个也是不会变的 我们只是怕老而已 那么第三样 病也不会改变 每一个人都会有病 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些的大大小小的致病 这些人来不单是普通的病 好像还多了很多怪病 好像很多什么猪流感 禽流感 那搞不好都是动物都来欺负人的 这个病痛临到我们都没办法做什么 不能改变 不管什么人都要面对病的一天 还有更严重 更难过的就是死亡 死亡也不能变 更加不会变 从帝王到逃犯的 都要面对死亡这件事 非常的无情 而且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处身什么地位 也不管你死亡的时候会遇见 怎么那样难过的事情 它是无情的 它不管你怎么样 所以不会改变 而且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临到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那这些就是人之常情 生老病死 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还要一样事情不变 这是人的罪 就是人的罪不会变 人犯罪 古时代人会犯罪 到现代人更加会犯罪 不但犯一般的罪 而且还犯的比以前更厉害的罪 而且这个罪的严重性 会越来越厉害 而且更加的越来越 凶残有些时候 那这些不能变 所以我们感谢神 虽然人世间有很多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不能改变 但是有些不变是很好的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爱是不会变的 而且绝对不会变 那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不管你信他 不管你认识他 不管你认识他 他的爱都不变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们感谢主 这个爱不变 只要神的爱不变的话 那我们人就有希望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说神爱你 回爱到底 不但如此 神以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 天离地 何等的高 他的爱上 因为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你想想看 我们能不能计算出来 天跟地 是要多高多远 算不出来的 同样这个比喻的意思 只告诉我们 神对我们的爱 是难以计算 没有一个人 可以算得出神的爱 意思说他是无止境的 没办法衡量的 神用这种爱 来爱我们 而且更宝贵的 这个爱是永不改变 我们真的感谢神 因为这个不变的爱 临到我们 我们人类再有希望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 生老病死 但是也不能改变 神对你的爱 两千多年前 耶稣基督 已经替我们丁死之架 这份爱给了我们 所以圣经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海中 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流 所以圣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 我们本不认识 不知道神多么爱我们 但是要透过 耶稣基督 丁死之架这个事情 原来圣经说 他被挂在上面的时候 从那个地方 我们才晓得 什么叫做神的爱 神的爱的最高的显示 就是透过 耶稣基督 丁在死之架上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透过死之架 耶稣基督 丁死之架 才能够了解神的爱 除此以外 我们没办法 去明白神的爱 感谢主 这件事情 已经实行了 已经预备了 所以神的爱 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只有这个 不改变的爱 才能够改变我们 只有真的爱 才能够改变我们 才能够使我们 活着的人生 会不一样 神也透过这一份爱 来爱我们 来临到我们 那有一个小孩 他小时候 常常给他的同学欺负 你记得吗 小孩有时候晚会吵架 那小孩吵架的时候 有些小孩 什么话都会讲出来 那小孩就告诉他 你不要太过神气 你记得吗 你根本没有爸爸妈妈的 你现在的爸爸 不是你的亲爸爸 你是给人收养回来的 你不是真的要爸爸妈妈 这个小孩听见的时候 就好难过 我的爸爸 不是我的真的爸爸 他就很难过 他就跑回家 问他的爸爸 爸爸我是不是你生的 还是你收养我回来的 那这个时候 爸爸不晓得怎么回答他 那小爸爸很聪明 他想了一想 他没有正面答复 这个孩子的问题 是与不是 这个爸爸只告诉他 孩子是这样的 我看见你 你是个非常图特的小孩 在你生命当中 我看见有一样 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拣选了你 这个老爸 没有告诉他 是与不是收养的问题 这个爸爸 更正面地告诉他 为什么我们会选你 因为你是个 很图特的孩子 你有特别的地方 这句话 不但没有伤小孩的心 虽然他都知道 爸爸是收养他的 但是他得到一个 很好的答复 原来我是个 很特别的小孩 我父亲拣选我 因为我很特别 这种鼓励 这种爱的鼓励 也可以说一个爱的 一个观望 特别的专注 让这个小孩 不会灰心 不会难过 不会嘴上 而且激发他 向前面来走 这个小孩长大了 你叫他是谁吗 他就是Steve Jobs 在苹果公司的推行人 很特别的 当然给人收养 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透过这个爸爸的智慧 用爱的眼光来看这个人 用爱的评语来看这个人 用爱的鼓励来看这个人 这个孩子就变得补养 我告诉你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都是一个卑微的人 我们改变不了人的生老病死 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 更加改变不了我们的罪 那是感谢神 神看见我们这个人 里面有个很宝贵的地方 就是你跟我有条宝贵的灵魂 神爱我们 神愿意改变我们 是透过他爱 所以只要面对神的爱 接受神的爱 经历神的爱 离我的生命才会不一样的 很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 不是因为我们好 神才爱我们 乃是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才会好 我真的愿意我们在这个新年 开始的时候 能够真正得到神的爱 你的生命就不一样 每年过的时候 你都会重温这个新的经历 神的爱临到你 神的爱爱你 神的爱也愿意改变你 愿神是福各位 也透过这个新年这样的聚会 让我们能够渐渐明白神的爱 也愿意介绍神的爱 因为只要神的爱 才能够使你不一样 你的人生才会不一样的 现在我有个邀请 不晓得在座是否有朋友 你愿意介绍耶稣做救主 有的话我愿意带着你祷告 那我祷告的时候 我讲一句 你就跟我讲一句 很简单的 很诚心的 在神面前做个祷告 好吗 那我们一起低头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我虽然不认识你 但是你爱我 借助你宝贵的儿子 为我钉石之家 将你最伟大的爱 透过耶稣基督 赐给我 今天 我愿意 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神的爱 求你用你的爱 改变我的生命 用你的爱 充满我的生命 让我靠着你 我的人生不一样 谢谢你 垂听我的祷告 接受 我做你的儿子 我愿意 一生跟随你 祷告祈求 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抽烟 大概是抽了四十年 然后呢 从2044年的 12月24号的晚上 忽然间有一个感觉 说你把烟戒了吧 不要抽了 那我就跟主耶稣 看着天上 我就更主耶说 真的吗 那我就试试看嘛 那就把从口袋 把烟拿出来 丢到垃圾桶里面 那等了一会儿 又想抽 可是又一姑娘 就是不要抽 然后呢 反过来就是 1月的时候 我去台湾 台湾有很多地方 不能抽烟 终于把烟戒掉了 2043年的10月 我感觉身体有点不大对 我就去了 阿康乃尔康斯比特 去检查一下 没想到一进去 他说你不行 你不能出院 马上给我带氧气 那我就在那边住了12天 他说生命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 那我就很慌 然后呢 我就到了Stanford 再去check一下 结果呢 Stanford同样的 也给我这样的答案 唯一的办法就是移植 移植我的两个肺 然后呢 他说我的肺全部盖化掉了 抽烟抽的 他说你在家里等吧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肺要等多久 他每天就是在那祷告 其他有个奇迹 结果呢 3月18号出院 真的不可思议的事 发生在我的身上 3月24号的半夜一点半 肺炎来了 以后我那一瞬间呢 我真的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相信这种事 怎么可能拎到我的头上 而且到了医院去一模一样 跟我的血腥 所有的配型都一样 结果呢 就2014年的4月24号的晚上10点钟 我进了手术房 可是进去的刹那间 医生讲了一大堆生离死别的事 叫我签示 我一点恐惧都没有 我很自然 我连一点后事都没有交代 我就进去了 结果呢 从晚上10点钟动手 是动到早上8点多 我推出来了 推出了以后 我昏迷的我不知道 我在那边睡了 不知道在家后 我刚刚睡了多久 结果呢 醒了以后 哇 看到我的太太 在我旁边 哇 真的那瞬间 我又活了 一年多以后 右边的肺啊 就是积水 然后呢 他给我抽 抽了以后 也没有什么效果 他说 还是再动一次手术吧 可是这个手术 也风险蛮大的 他说 那我就是没有办法 神啊 你既然医治了 我就相信 你交给你吧 可是第二次动手术 我也没有什么恐惧 还说起了 动完手术 有医生 外科医生 亲自告诉我 手术非常成功 然后呢 我就出院了 出院了以后 到今天呢 已经是两个两年了 刚好两年 我现在感觉身体 一点比一点好 从死亡里面 又重新活过来了 真的 主都能吃 就是 我以前不相信主的 真的 经历了以后 我真的现在 相信 只有神 才能医住 就 就